魚子鄉少族人口不及全鄉2%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卻公告 將全鄉納入少族傳統領域的範圍 引起鄉民們的議論 鄉公所與鄉民代表會 日前也聯合舉辦記者會 表達地方的訴求 為什麽一萬五千八百多人 可以是聽三百多人 為什麽幾百年來 大家相安無數 你現在有這個指導 將全鄉六十幾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不能說他們少族部落 把人發出的文說 他們要跟我們外接 我們不去跟他們參加 這樣就很無意見 我們都接受 對於魚子鄉將被納入少族傳統領域範圍 所引起的爭議 南投縣村里長聯儀會總會長賴建成 個人也表達不滿之意 並也將與其他十二個村莊 聯合堅持反對這項決議案的通過 少年祖先 原地是在我們的南無道 今天我們想不到現在的民會 我們直接有一個公文 對於鄉親 對於鄉親有不同的聲音表達 縣議員石慶隆也表示尊重 也希望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能夠出面釐清 截除鄉親們的疑慮 原住民主委員會公告 受阻的傳統領域 那領域的這個範圍啊 就是涵蓋整個我們移植鄉 那後來也引起我們移植鄉代表會 有不同的這樣的一個意見 透過適當的這樣的一個進一步的 在溝通說明 學生 我想有些餘粒啊 我想應該由 人民會來做一些釐清 期盼藉由這場鄉民聯署遞交陳情記者會的辦理 讓相關單位能夠重視民意 並做出正確的規劃方案 使這場紛爭得以平息 記者廖坤隊與此採訪報導